18岁的小姑娘为永保青春 每天起床都会接一杯新鲜的尿液 然后将她涂抹在自己的脸上 再为自己倒上一杯蔬菜制排毒 妓女对她的保养仿佛嗤之以鼻 就算能回到16岁她也无法接受 还说变老是一种正常现象 女人叫梅龙太太 早年丧傲的她对爱情还十分的憧憬 她总是偷偷观察隔壁的老帅哥老白 帅气的脸庞外加灰色的头发 吸引着她的目光 女儿看出了她的想法 她对梅龙说老白这个星期五会去酒庄 梅龙太太被女儿看穿了心思 她嘴上说着不会去 然而转头就精心打扮了自己 果然老白也来到了酒庄 梅龙假装偶遇上前 能在这里相遇真是一种缘分 本想跟老白多说几句增进感情 没想到老白带着女朋友来了 而且金发姐还跟梅龙是同学 梅龙太太感到很震惊 金发姐明明跟自己同样的年纪 可是她看起来只有30岁 梅龙问金发姐是如何保养的 金发姐说只要远离老白 她就把变美的方法告诉她 梅龙答应了 金发姐就把一张名片交给了她 为了变得年轻漂亮 梅龙太太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整容医院 让人没想到的是 医生却拒绝了梅龙的请求 她说自己不是整容医生 自己是修复者 修复时间在人身上破坏的痕迹 梅龙被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医生为梅龙进行了一系列检查 梅龙太太看见墙上客户的照片很是心动 随后医生递给梅龙一张清单 上面巨额的收费惊呆了梅龙太太 虽然去世的丈夫的留下不菲的财产 但是也留下了一屁股的外债 正当梅龙犹豫要不要缴费时 这天晚上她正在给自己做护肤时 她看见金发姐已经住进了老白家里 这让梅龙大受刺激 第二天她立马变卖家产 签订了手术协议 年近60的梅龙太太为保养皮肤 每天早上都会接一杯沉尿 将她涂抹在脸上护理皮肤 赶紧为自己点赞关注 自己的皮肤会越来越好 有一天遇见高中同学 梅龙发现童年龄金发姐年轻又漂亮 在她的介绍下 梅龙来到一家枕龙医院 在医生的忽悠下 她变卖了自己的家产 签订了高额的手术费用 随后医生握住梅龙太太的手 还说要免费送她一个手部保养 接着梅龙太太进入了枕龙室 她发现护士的脖子和手臂都有蝴蝶纹身 就在她快要陷入沉睡时 她发现护士和医生正在念着某种口号 晚上 等女儿回到家里 家里一片漆黑 女儿差点被母亲吓尿了 只见母亲头部和手臂都被纱布包裹 好像一个木乃伊一样 得知母亲为了整容将房产抵押 而自己也即将交不起学费 气得女儿直接离开了这里 晚上梅龙太太被伤口痛醒 想要拿止痛药却将药撒了一桌 吃了止痛药的梅龙太太好像出现了幻听 又好像有红色人影追赶着自己 她吓得摔倒在地上 原来是女儿又回到这里 她不放心又回来照顾她 又过了几天 梅龙太太前去复查 医生说恢复得很好 再过几天就能拆掉纱布 当梅龙太太说起女儿照顾自己时 医生介绍了一个疗养的好地方 梅龙太太马上就回家收拾行李 而女儿劝她不要去 因为她上网调查过这个医生 她根本没有行医执照 而且她在别的州还有一疗纠纷 但是梅龙太太心意已决 她来到了医生介绍的疗养院 医生热情地接待了她 她告诉梅龙太太 今晚她就能揭开纱布 另一边女儿并不放心母亲 她偷偷跟着母亲来到了疗养院 女儿看见母亲正准备上前十 保安抓住了她 这个女人被剪开了头上的纱布 本以为自己会变得年轻漂亮 可是镜子里出现的却是人头猪脸 赶紧在评论区发个狗头保护自己 不仅如此 就连双手也变成了两个蹄子 女人顿时吓得亚麻呆着了 她这才知道被医生欺骗了 这时医生出来解释 原来她们信奉埃太恩 她是太阳和蝴蝶的化身 是美丽的赐予者 每年这个时候会举行一场仪式 猎杀一位猪形的丑陋者 梅龙太太正式被选中之人 仪式就要开始 她们会给梅龙太太几分钟逃离时间 接着就会开始追杀她 梅龙太太开始慌不择路地逃跑 教徒们开始举着长矛追杀 就在梅龙太太到处躲藏时 老白从身后叫住了她 梅龙赶紧向她求救 没想到老白也拿出一把长矛 原来她也是教徒 其他的教徒也在此时赶到 他们将梅龙太太围在中央 两个教徒将梅龙从地上拉了起来 医生拿着长矛走来 举起长矛就扎了进去 接着众人也纷纷举起长矛 将梅龙太太扎成了刺猬 随后女儿被带到梅龙太太面前 看着母亲的模样她痛苦不已 而此时医生却说 女儿也是他们中的医员 原来女儿的亲妈 也有这样的一条项链 在医生劝说下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过于追求外在 只会引来严重的后果 我是金乐 喜欢影片的请点赞关注 我们下次见